欢迎来到地球记 在非洲有这么一个国家 它的通胀率被评为世界第一 它曾经把人民币当作法定货币 它的货币面值以亿计算 这个国家就是视金钱如粪土的金巴布韦 当然视金钱如粪土只不过是网友们开的一句玩笑话 不过金巴布韦币的高面值也着实吓了人一跳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非洲小国 看看金巴布韦币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吧 金巴布韦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内陆地区 北部边界仅靠维多利亚瀑布 赞比河和卡里巴虎 同时与赞比亚相邻 而东边国界则全部与莫桑比克相邻 南边则和博次瓦那 以及南非部分地区相邻 国土面积约39.1万平方公里 金巴布韦虽小 但是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拥有煤、铁、金等20多种矿葬 不仅储量丰富 而且质量也属于全球顶尖 其中煤矿的蕴藏量达到了270亿吨 开采前景十分诱人 除了矿葬之外 金巴布韦还有面积约11.5万公顷的工业磷 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金巴布韦的工业和农业基础 相比于周围的非洲国家来讲还算发达 工业经济占工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 除此之外 金巴布韦还是世界第三大的烟草出口国 国家的经济发展在非洲南部 仅次于南非 那么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 都还不错的金巴布韦 为何会变成今天这样 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呢 其实这要从金巴布韦的历史遗留问题说起 金巴布韦的前身是英国的殖民地之一的南德罗西亚 由于南德罗西亚境内以及周边国家黑人势力的反抗 英国不得不答应南德罗西亚黑人的独立要求 而在国家政权顺利地转移到黑人政府手里的时候 在1980年南德罗西亚以金巴布韦共和国的谜义正式独立建国 然而虽然金巴布韦顺利地独立建国也得到了英国的承认 但是刚刚成立的黑人政府选择通过暴力 直接没收白人在金巴布韦的财产和土地 这一行为造成了金巴布韦境内的经济直接陷入混乱 原先由白人建立的经济秩序一下子被破坏了 许多基础民生需求匮乏 黑人们发现在白人离开金巴布韦之后 他们的生活反而变得更糟了 由于这种情况 当时下达了掠夺白人财产命令的金巴布韦总统穆家贝 在民间的支持率应声暴跌 但是在2002年穆家贝依然在选举中获得了连任 这引发了反对党和劳工组织的抗议和罢工 他们要求穆家贝下台 而穆家贝则愚昧地派军队镇压了这次抗议 但是国内的声音虽然平息下去了 国外的声音却接踵而来 首先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资金援助债权国 认为穆家贝操纵选举同时还藐视人权 于是他们纷纷搁置救援计划 而英联邦则对金巴布韦采取停权一年的处分 但是穆家贝则满目在乎 他并不认为这对金巴布韦会有什么影响 鉴于他的态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了金巴布韦的会员资格 同时英联邦则对金巴布韦采取了无限期停权 当然国际的制裁并没有让金巴布韦政府有什么变动 穆家贝依然劳作总统席位 而在2008年金巴布韦还通过了一项土地改革法 这条法律规定了金巴布韦大约2900名的白人农场主 需要在45天之内结束农场的一切事务 并在接下来的45天之内接触他们所拥有的土地 这项改革不仅牵动着其他一些有着同样情况的非洲国家的心 也同样牵动着部分欧洲国家 尤其是英国的神经 因为这些白人大多是从英国来的 所以金巴布韦的决定引起了英国和金巴布韦之间的矛盾 而以英国为首的欧盟国家决定 以金巴布韦进行一系列制裁措施 欧盟国家对于金巴布韦的制裁 包括限制进出口和金巴布韦人的出入境 而金巴布韦国内主要的经济来源 全是靠丰富的矿葬 比如石油、贵金属、稀有金属之类的 而农业方面种植的也全是烟草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 在限制金巴布韦的出口之后 金巴布韦国内根本无法消耗掉这些矿产和农产品 而金巴布韦人需要的日化用品以及食品 大部分都依赖于从国外进口 这就导致金巴布韦的经济体系严重崩坏 物价越来越高 而金巴布韦政府采取的措施则是不断的印发钞票 在这种情况下 金巴布韦的面值虽然越来越大 但是价值却越来越低 一张100万面值的金巴布韦币才价值1.5美元 只够买一个面包 许多金巴布韦人不堪重负 只能去垃圾厂捡垃圾 身体情况较好的游民 一个月还能攒上两个面包的钱 而身体不好的可能一辈子都吃不上面包 只能捡捡垃圾 再靠政府的补助金过火 而和游民们的攒钱速度相比 金巴布韦币的贬值显然要来得更快 在2008年金巴布韦超市中的薯片 在一周之内价格就翻了一倍 从500万金巴布韦币变成1000万金巴布韦币 而通货膨胀更是在三个月内 由24,447%变成66,000%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金巴布韦的通胀率已经来到了10% 而我国的通胀率一般维持在3%左右 也就是说金巴布韦的通胀率是我国的33亿倍还要多 而饱受恶性贬值之苦的金巴布韦宣布 金巴布韦或许将要停止金巴布韦币的发放 金巴布韦将退出国际货币体系 而重返金本位 以黄金为支撑发行新的货币 如果金巴布韦能经受助这次考验的话 国际经济将会重新顺利运行 当然这一改革措施至今没有后话 我想金巴布韦的货币改革没有一次大刀阔斧的行动 是解决不了的 正所谓重症要用猛药 向金巴布韦这种情况直接抛弃原有的秩序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而这就要看金巴布韦的领导人是否有这个魅力了 谢谢观看 敬请关注